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哇!好棒!新人透视 年尾流流 什么?年头? 年尾農?龙力年 是啊!很多套年年尾 请到某梦虹先生 新人透视 和梓杰和快逼聊聊天 好棒!多谢! 谢谢! 某梦虹有没有上过来这里? 上过 议会内外 以前来说 一年前跟我沈旭辉 所谓次主权问题 都上来一次 菲律宾那件事 也是一段时间 很开心 他们比较斯文 我们这里很不斯文 不是! 整个中山庄 中山庄 中山庄 新来革命101年 现在是吧? 新来革命最大的特色是吗? 不是!101年 是现在 是没力的 所以今天也是找他来打的 对 根本上来说 你们就很斯文 我记得有一年初七 去香港人网 和长毛 言论两个小时 他由头到尾就骂粗口 不过我一句粗口都没有遇见过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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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粗口骂你还是骂他自己 骂他自己 骂你 骂你 他的辩论过程当中 三句不离本堂 每个人都 句话都 X交叉 我觉得平常心对待 没有所谓 好 单都直入了 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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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的特首选举有两个CY 有一个叫何俊仁 他也是叫CY 是不是发告 CY 是尊恩 是尊恩CY 好耶 好耶 不过第二个CY亮 这么狠句话 我当然是讲CY亮 是的 好 你好差不差 差一郎 是因为他是郎 老实说我从小到大 看梁振英 坦白说 他的负面的程度 我记得我年多前 和他在青台的节目里面 骂梁振英 我也骂得很厉害 八九六四种转态的嘴唇 很难看 不过唯一我服他 有什么转态 他算得仰慌 你支持过什么 你支持过什么 我说什么听 阿爺又不支持他 评解一个人 不要看一时一时的事情 不要只看他一言一行的事情 要全部历史来看 例如梁振英来港才算 我们要支持他 首先从历史来看 我们这个国家 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 除了政治上 階級斗争为纲 转变为经济建设为中心 改革开放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经济基础方面 计划经济 转变为市场经济 这是令我们的国家 走向一个全方位开放 以及往后的民主化的历程 打好了一个基础 这件事来说 梁振英早在1978年的时候 回去大陆讲学 当中在80年代中期的时候 整个大陆还是计划经济的天下的时候 他已经大力鼓吹 土地的使用要市场化 城市坚持要规划 土地的主要要公开招标 标书就是中英民并做 做这件事实际上是一种 对国家由计划经济 转向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 这个来说 在香港来说 不是那么多的专业人士 能够为国家改革开放大业 做过那么多贡献 我们今时今日之所以能够是一国两制 跟中英联合声明 有很大关系 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 有附件三 讲新界土地的年期问题 这件事 当时中国政府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因为土地是各有 没有什么叫年期的概念 所以碰到新界土地的年期问题的时候 也是当时梁振英 起草了一份建议书 这个建议书成为了1984年 中英联合声明附件三 主要的内涵 另外方面 中英联合声明之后 香港正式进入过渡期 在基本法的咨询过程中 他是咨询委员会秘书长 亦为基本法的起草 平稳过渡 顺利回归 做了他的贡献 而回归以来十多年 他一直在行会里面 都是为香港人服务 从这个全过程来看 我觉得客观点看 他对国家的开放大业 和香港的回归过渡 其实是做了很多工作 这个应该是值得正面去评价 但关于是什么事 你讲到最后 你讲到一大堆公职 其实如果不是欺骗他 或者他成为一个共产党 在专门人士界里面的旗子 他有什么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都可以的 其实不关你事 我都可以 对基本法 立法的如意 理解 一定要拿捏得比较准确 否则很容易 或者是忽左忽右 我们面对的是一国两制 但如果你理解得左了 就会将一国两制 搞成一国一制 将深圳河以北的 那套叫爺的社会主义的论述 就搬来香港英武学洩 这就不合适合香港主流的价值观 但反过来 如果你理解得右了 将两制的差异凌介于一国存权 很容易将一国两制搞成两国两制 即是自觉不自觉 将香港变为一独立政治实体来看待 这也是偏差 我觉得CY CY在两方面来说 他能够全过程去参与 分算拿捏得比较好些 对香港的长治久安 对香港的繁榮稳定 他应该是有他的带来 但其实应该是你做特首 我觉得你比他好 在这么多年里面 起码你会说梁森华 赵连海那件事 你平衡得好些 你平衡得好些 如果你问我 如果是你选我会支持你多些 不如你吧 你又平衡 老实说 你比他更英俊 你看看 他的样子又忠实些 他的样子又坚坚地 你又敦厚些 他人又肯说 梦雄有潮的名字又有成语 其实你会不会太天卑 不是这个问题 我认为2017普选特首 我都不排除去下场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最重要的是 在香港一国两制的推行过程当中 坚定不移捍卫一国主权 是要的 但是同样重要的是 我们坚定不移捍卫香港的核心价值 是吧 你不可以说 阿爺吹鸡全部跪低 我们一定要是其是非其非 比如说 在放眼中 就是说 中共主政以来这62年 你想想 你难道我爱国 阿爺那时候搞反右 你爱不爱他 爱不爱他的做法 搞大约最人民公社 饿死三四千万人 你爱不爱他的做法 即是九民法大革命 朱联成一亿多人 国家主席 共和国开国元帅 賀龙彭德怀那些死非命 国家主席劉少奇 想拿本国家宪法来为自己申辩 被人连骗法拍下 打到地上 即是会言之 对他阶级斗争为光 那一套 无产专政下 继续革命那一套 我们是心无痛绝的 所以我自己也是 親力其境 此尚其未 亦都是1973年 游水来香港 在天水围上岸 即是在尖庇咀 警察局 米埔尿泥保护区的旁边 水警码头 你真的游下来 在荒山夜里走六天六夜 游了九个小时 上岸一条游水庫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 令到我由一条泳妇起家 变成上市公司的主席 我当然很捍衛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 那你这边起码好听个扎脚 和好听个不扎脚 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说扎脚的一件事 有沈旭暉也上过来这里 他考证过三十年代的威海 一些历史 他说那时候半个女人 仍然是有扎脚的 因为你知道 资讯以前是不得发达的 你没理由说 辛亥革命 10月10日 武昌起义 或者1912年元旦 中华民国 开国 下禁令 你知道那时候 不是学现在 又有互联网 又有手机 有电视 招责 很多那些浓在里面 连报纸也不懂得看 是文盲 是文盲 在香港 乡村区域地大 很多人里面 不是立刻转 有出见过韦业的电影 当时有一个 韦业 韦业 那位英文教授 他在五四年代 你知道 1919年的时候 前后 他还留在一条长鞭 走上港台的时候 还被人笑 他还特意转着面 看 看得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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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证明了 你在那时候 推翻了宿屋 封建帝制 这么多年 都还有人扎边 何况扎边 这个还是英文教授 当时是享誉国内 首位一指的英文教授 都是这样 所以扎脚的东西 拿来攻击人马 人家扎脚 本身来说是有这样的依据 好了 我们说回梁振英 不让你拖得太远 游泳 泳褲都出来了 姑鸣 好了 梁振英 梁振英 他捍卫香港核心价值 在这个叫做人大释法里面 他没有出声 那怎样捍卫 搞错 基本上的法治精神 没有 但如果释法释得对 他又会支持 你听说支持 是的 因为基本法里面 他有一条第159条规定 本法的解释权 是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 因为释法是依法有据 他又不是下释法 你真的在社会上 对这个法律问题 就很具争论性 达不到社会共识 变成了尋求释法 他只是来到释法 所以变成了这件事 依法有据的事 你不要说下下就是反对 反过香港就是一个法治社会 依法有据的事 有法律根据的事 你就不要去否定它 法律根据不公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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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否有批判性 对我们国家的法律 或者基本法 比如说 人大释法 普选的问题 我想大部分市民的共识 我想过去都有六七成 人都贊成普选 那是很大的共识 你讲到批判这个字眼 对于现行法律来说 从学术自由的观点来说 你可以主张如何去说 这条不对 这条没有与时俱进 这条不合时矣 要改 改成如何 都可以发表意见 但是例未改之前 你就要照行 现在有的例去行 这是无好后非的 要分开来说 慶幸这些就是 很厉害 又讲CY 好 你有没有听过 我们基督教有一个人士 叫庸永奇 就是感召支持 神感召 之前我听说 他是支持CY 你有没有收过这些赋 没有 只不过我听说 有人撲出来支持唐通的时候 有人说脚头好 有人说运情好 命上好 然后就说神感召 那时候各种 明领出来 替你古怪的 那些支持的理由都出来了 是 是 你对这些替你古怪的支持理由 是怎样看的呢 用不需要搬出什么神神怪怪 他就是真神阿拉 就搬出来了 这些是香港言论自由 是 不予自平 人家喜欢说就说 不可谓 是 是 所以言论自由 你也有言论自由 你讲一下你的意见也可以 我讲到 言论自由那样东西 是香港最宝贵的一个核心价值 我们不会说 像刘晓波那样 在大陆有六篇文章六句话 被判11年间 这个是香港最宝贵的 最值得我珍视的 那样的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 每一天我走过报摊的时候 我心里感觉到 左中央的报纸 左中央的杂志 都可以在报摊里面 让我们去买 让我们去看 看了之后 信不信都是任我们的 我觉得这个 我走过报摊的时候 我感觉到香港 那种精神 那种核心价值的可贵 那这个是你 那梁振兴怎样 他有打压《星岛日报》的记者 《星岛日报》算是 政府半张报纸 和我们传统的理解 所谓打压《星岛日报》记者 这种说法 第一 是和事实是有违背的 事实上 如果我们客观看一件事的来牢去脈 你就发觉 在由10月份开始 连续来说 很多期的 东周刊 很多日的《星岛日报》 《星岛日报》里面 对CY里面 进行了很多里面的抹黑 比如说 什么一铺青袋 又说法官说他的诚信有问题 一旦又说美人外仗 很多时候用一种 抹黑 抹黑 已经是很多期了 如果说平衡 两个参选人 都是建制派的人士 一人一起抹黑 不是 你应该来说 抹黑了 是吗 不是CY的阵营 有人得罢 当然没有可能 不不不不不不不 你看一下里面 一个是 堂堂阵营很坚定的支持者 买他一字毒赢 赢的 某些人兄里面 是他最先把他的婚外情引爆 我觉得他从一个政治学的观点来说 他们明知道会有这件事 就提早引爆 让社会上的消化了 然后最后先出来去参选 这样就好过什么呢 莫莫然宣布参选之后 人家再去引爆 这个提前量 把他引爆了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将那些所谓利空出尽 股票就向好 这些是一种竞选策略 所以你说我和CY这几个月来 这么多的接触 从来都没听过他说过 唐唐那份爱情 难得提 这是事实 所以你说是良盈去放鸟 这些东西 就变成了什么呢 低估了别人唐盈那种策略性 李鹏飞说过他有几个炸弹 他公开说过梁振英掩着几个炸弹炸唐英年 所以大家就会揣测他唐英年 第一个炸弹 或者他的炸弹就是这个分爱情 我觉得这些是碎料 碎料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香港是资本主义社会 有自由 有他的生活方式 所以这些东西是一国两制 香港资本主义这一制的生活方式 会不会觉得里面来说 不是说有什么大不了的东西 对 还有什么问题 所以他可能 怎会当是炸弹呢 良盈 不会觉得分爱情 但是炸弹 其实你会不会召变同情 唐唐呢 你召变同情他呢 其实他有分爱情 可能性生活 婚里面的生活不开心才有这些事情 你尝试理解 或者多元他们谈好了 是的 他太太是OK的 我只不过就是说这些事 应该要平常心对待 是的 第一 第二 不是良盈去放料 第三 CY由头到尾 到今天为止 都是主张 要建计 君子之争 给理念 给正光 给能力 是说这三比 就不是说去挖仓巴 去互相抹黑 这些我国家来说 你拿别人的所谓抹黑的东西来说 在我的立场上 觉得是性之不武 提都懒得提 你讲讲另一个 就是唐型的奶妈 范锤禮太 你更早 我在去年2010年3 2、3月左右 你听一位美国教授说过 梁振英选 范锤禮太一定追击他 好了 现在就问问你 究竟他有什么血路在深仇 范锤禮太和梁振英 究竟是否有些放外活动 有什么 年轻的时候应该 搞到为什么会那么水火不容 选特首要追击他 学了社民连 人民力量 我知道 这样 我对这件事 应该这样去看 你九月都听到 现在是什么 2012 商量革命 101 2010 2010 2010年9月 绝对我说 这么大事 他回来看 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些东西 当时我记得 现在说是前年 前年的九月 当时是香港新闻界的国庆酒会 我看到范太 我问他 他说 怎样 我听到有些报纸说 你都要参选特首 怎么看 他说 我支持唐唐的 支持唐唐的 不过如果CY 隔个头出来 我就会追击他 和你所听到的一模一样 为什么要追击他 他做什么事 要这样追击他 范太和他一类人 民望又很低变得很好 都是转来转去 政治上那些 对国家很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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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大家施持释法 是的 这里要分两样来说 一个人和历史 从历史来说 就是说什么 历史上来说 因为梁振英 比较早就为国家做事 在他为国家做事的时候 所谓来说是 亲爷爷那边的时候 范徐丽泰是 港英当局 着以栽培的政治精英 是的 在那时 道不痛不相为谋 变成了一个心结 这是历史的 在现实方面 在现实方面 怎样看呢 因为他是支持唐总 但你不要忘记 唐总当时是现任的政务司长 他当然要拖到 问了尾 然后才可以辞职 来出来竞选 好了 当他未辞职之前 他不可以提到选特首 这件事 但是梁振英 就没有这样的功绩 在那里 变成了他 可以很早就出来 启动他的选举工程 如果范太不出来去追击他的话 被整个媒体 到唐英年宣布辞职参选 那段时间 就得他唱独角器 所有的美光灯 就聚焦在他身上 在CY身上 不行的 所以变成了范太就要在 唐英年未正式宣布辞职 在参选之前 出来就去撐住 阵脚 我来选 就令到整个媒体的注意力 可以分散开 平衡 不要在CY身上 他用空间来换取时间 是 捱到等于援兵到 等于他就阻击 你知不知道 等于解放战争 辽森之役 黑山阻击 顶住 然后等到援兵来 就把廖耀商兵团包搞紫 他就这样等待 一路坚守阵地 阻击 然后等到唐英年 是一种这样的 战略配合 这样的说法 只不如他助选团的一种策略 你可不可以说法 是不是 只是没有太久深仇 大家 純粹是选举策略 唐英年的选举策略 范太 你出来 等着我 我现在不能说话 你帮我放风 你去吃 那类事 你去搞一下 施西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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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令媒体 不要聚焦在CY身上 能够起码分一半 出来给范太 但范太到时 就会过给唐桃 捱到唐桃出马 其实来说 这件事情 就是 所以我很早就说范太参选 是个假命题 其实是一种策略 捱到唐桃出马 他的任务就是这样 但是他为什么做到形象 很恨梁振英 或者他在政协里面 拿这么低票 是不是他人员真的这么差 不如下一集说吧 好 对不起 虽然这里是戚册 但是 可以去广告的 下一集我们继续西人透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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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